NBA看了这么多年,很多球迷会喜欢用体系二字来形容球员,许多发挥出色的角色球员被定义成体系球员,意思是靠着球队建立的攻防体系来发挥出色。 同时,一些能力很强的球星,则被认为是自带体系,它们能让整个球队围维绕着它们的能力构筑,就算换了球队,也能够在短时间内,凭借自己的能力带领球队进步。 那么,这样的球星有哪些呢? 詹姆斯,突破加传球,最纯粹的进攻詹姆斯,是众人皆知的自带体系,而这点在詹姆斯的两段骑士生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 1.017,詹姆斯还是飞天顿的个小皇帝,突破能力达到联盟顶尖,那时还有艾弗森,为了这样的突破高手,唯独詹姆斯拥有不足的组织能力,以及从1号位防到5号位的防守能力,也正是靠着詹姆斯的体系。 1.017阵容畸形的骑士,才能处于东部豪强之列。 2.017的詹姆斯,突破依然犀利,而效率则更高,2015年和2018年总决赛,就是詹姆斯体系的最好证明,即使队友换了一批又一批,詹姆斯的球队仍然能战斗。 2.017阵容畸形,库里,死亡无想发动机,最极致的三分在勇士刚刚全体的时候,总有人说库里是一个体系球员,是靠着科尔的死亡无想,才能有出色的发挥。 事实证明,这些人完全错了,是库里的能力构筑了这个体系。 2013年级后,赛,库里已经展现了不俗的三分能力,而2014-15赛季,库里赛季命中286g三分,刷新历史记录,同时荣赢MVP,最终击把骑士夺冠。 库里向大家证明了三杯球的可怕,其实,库里能有这么大的威胁,是因为他的突破和传球同样犀利,不过他逆先的三分,掩盖了其他方面的出色,以至于许多人认为格林才是吴小的核心。 但没了库里,吴小跟本来不转,死亡吴小正是适应库里特点而强大的体系。 那时,灵动飘逸,最强力的炮轰那时的自带体系,被发掘的较晚,这一切都要感谢太阳队和伯勒德安东尼。 2004年太阳将那时阿兰,仅用一年时间,就从西部云南变成豪巧。 对内的斯塔德曼尔场军得分暴涨至26分,马里昂也能贡献19分。 亮临MVP,亮联西爵,崇尚进攻的德安东尼遇到疯之子,可谓是天作之河,好称气秒进攻,疯狂抓转化,无限快攻的太阳,在那几年打出了非常漂亮的篮球。 而那时作为球队的大脑,从不强攻,而是在最准确的时刻,把炮弹送到最合适的人手里,可以肯定的是,那个时期的太阳除了那时,没有人能够带着走那么远。 邓肯,秘族基本功,最稳定的攻防,作为勃勃为其帅队摆烂,誓死拉下的新秀,邓肯没有让他失望。 相比于中国球迷给他的外号石膊,美国球迷更加熟悉的是大基本功,说,那就是邓肯技术家世,既大前锋优秀特点于一体。 如果把GDP组合比做一辆汽车,帕克是发动机,即诺比利是变速箱,而邓肯,就是那一整个框架,相比于前几位自带体系的球星,邓肯的体系不仅在场上,更是延伸到了场下。 他的无私、谦虚、敬业和忠敬影响了无数的马刺人,使得这个群体格外团结。 如此体系,谁会不服呢?